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到以金牛角著名的三峽老街 這是三峽歷史文化館 日據時代的舊政公所 當時是三峽最具代表性的紅磚建築 來三峽老街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金牛角 各種不同的金牛角店家 沒走幾步路就看到 這文青旅行的第一站來到三峽清水祖師爺廟 炒唱於西元1769年經歷過多次的重建 大家來參拜的同時 可以觀察這些以十顆浮雕手法 呈現的精緻細琢工藝之美 旁邊是三峽長幅橋 井大師 墨 birth 井大師 趨城迫不及待的想往上跑 它每次到一個新的地點都相當的興奮 這邊可以看到清水街一側的風景 在橋上看廟前廣場 今天我們要去福美宣市場旁邊的小巷走進來 隱藏在市場巷弄內的福美宣餅舖 是在地人推薦的牛角麵包的創始店 營業時間是早上8點到下午6點 我們來到時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這裡是有限量的 這街上也有很多小吃美食 這是位於三峽老街尾段 角落的福安宮 這目前三峽老街風貌大致上保留日據時期的原貌 許多紅磚拱廊與巴洛克式建築 拍照起來充滿著異國風情 三峽老街不僅是台灣保存較為完整的傳統街區 更是集觀光古蹟美食特產於一生的多元景點 今天是非假日 所以街上沒有多少人 很多店家也沒有營業 對 這裡有個宜蘭阿中玉冰城 走熱了來這邊吃個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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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诚也爱吃冰 他吃完冰就乖乖的坐在街边等我们 逃避你自以为是 其实后来默默默的关注 像一个孩子 活着浮夸的日子 越来越不像自己 而无端的挣扫依旧继续 吃完冰再找一个美食吃吃吧 习惯了骗自己 把每一个好记者都当作是你 然后抛弃 这里有个猪血糕也很有名 正记猪血糕 是许多人逛三峡老街的必吃美食 来三峡老街不可错过的铜板美食小吃哦 我骗自己或许这样与自己玩游戏 才能逃避你自以为是 感谢观看 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 骗人眼中的自己 陷雨为重 永续为保护好 诚实的肉体 不是不愿意逃离 只是习惯了骗自己 把每一个后继续 都当作是你 今天三峡老街就带各位逛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帮我按赞 以及分享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